師傅,很多朋友都問我為何要上你的網課 你的網課和外面的網課有何獨特之處 問得好,我都想借這個機會跟大家說一下 為何要來看我的網課 因為我所說的,你們不是那麼容易在外面看到 不是那麼容易買書就學到 舉個例子,在第二輯的子評八字學裏 我會教你們什麼命順頭,什麼命順尾,什麼命順頭順尾 在風水環境學裏,我這次會教你們防病天衣局 去把家裡一個防病的局 第三,就是姓名文字學 這次我會教大家八家姓裏面 什麼記位,有些姓不改名字 這些又是外面姓名學的書 最後就是擇日周吉學 很多人都拿著協紀辯方當字典 確實是在周吉學裏面幾百顆星全部在協紀辯方找到 但是協紀辯方沒有教你哪顆星輕些 哪顆星好些 我舉個例子,例如二立床 總共有十顆星都二立床 哪顆星要看? 難道一顆顆星都要看? 今次我會告訴你 這十顆星裏面 哪顆星才是真真正正要二立床 我們第二輯的網課什麼時候上架? 8月26日便上架 好,繼續支持 大家支持 大家好 多謝收看《一字記之》 師傅 人家聽歌學英文 是 我們唱歌講新聞 可以嗎? 可以 有得 《倫敦 Bridge is Falling Down》 小朋友也有唱 我們當然不是唱《倫敦 Bridge is Falling Down》 我們中國人在香港 我不知道中國是怎樣 香港是有隻小鳥的 是,有隻小鳥的跌落 我們《倫敦 Bridge is Falling Down》 不是的 因為幾十年來 《倫敦 Bridge 》有少少彎 《倫敦 Bridge 》有少少彎 為什麼 一個月之內,有兩次 它開了,有很多車走 是 開了之後關不回 我記得,好像是2005年發生過一次 是嗎? 又是嗎? 它真的是 《倫敦 Bridge 》有少少彎 是 希望它不要《 Falling Down》 不是 今年的橋是比較麻煩的 對 你也說過橋有問題 是 今年的橋是多時端的 又容易倒塌 又容易基建故障 對,今年倒塌了幾次 還有,你也說東澳後遺症 我又要稱讚你 是 從經濟角度來看 是嗎? 其實東澳的後遺症很大 因為真的輸到阿媽認得 對經濟的影響 不過這些後遺症慢慢浮現 就像我上次也說 其實今次東京辦奧運 根本是有些強勁的 不過沒辦法 因為你準備了很多事情 而事實上 我們也要稱讚他們 這次東京奧運會 他們準備了這麼久 其實在畫面上看 這件事其實是很順利的 對 很順利,其實也是很好 其實幕後應該 我估計就付出了 很大 即是超過正常的努力 沒錯 沒錯 最麻煩的是 菅義偉打算 東澳就可以把自己的民望提升 誰知道提不到 可能還要達下去 我估計今次完結之後 都可能會有些其他的效果 對,他們快要來國會大選 看看他們能不能夠再連任 是 好,我又去讚讚你了 是的 又有讚 你是十憂狀元師傅 你的第三十八卦 就說水染萬傾田 是 水染萬傾田 莊架虎連天 水染萬傾田 剛剛看過新聞 連北韓也嚴重 是 因為很少說北韓的新聞 而且北韓三天降了五百毫米 又是 又不知道倒了多少個西湖 然後就說有大片的農莊 農田被水染蓋 他們的領導金正恩 在勞動會那裡都說 會加劇糧食危機 那便回應你的物價賬不定 是的 是吧 如果他糧食危機 就要向外國買 要 是吧 他自己不能夠自給自足 有的 還有就是 你這裏也說了 在疫情中 你這裏也說 舊疫稍微消瘦 好像比較好 突然間又做一個Delta 又Delta Plus出來 是的 接著確診又飆上去 似乎好像 沒有日無之 也沒有日無之 真的 是吧 還有一件事 更加要稱讚你 在你這裏說 金銀多動變 是不是多動變 多動憂就有 多動憂 多動憂 其實在黃金方面,我也想有些事情說 不過我安排了在27日的Webinar 我想詳細說多一點 好,27日 大家記住27日 我和師傅的一字記之Webinar 時辰討會,大家記得來支持一下 好了,還有,我真的說不停 你不是價值不停 因為最近出來的CPI,PPI,大陸的PPI 全部都漲得很厲害 美國CPI是4.5 4月4.5,5月5,6月5.4 星期三又會再出的 那個就不知多少 我相信也不會少 所以美債的知識先升上去 金錢我會說一點 因為我們在研討會上也會說 但我在1月道破也有說 金銀非常動盪 你也說了 你看看小飛龍出來的金錢飆升上去 1837元 到官方的就業數據出來的時候 今天突然間在澳洲 插到1766元 是 你想想 真的 好像 不是1766元 1680元 1677元 搞錯了 是 插到百多元金 銀更厲害 小飛龍出來的時候 ADP 是 銀是上26元一盎司 26.01元 那天就跌到22.2元 跌了差不多4元 4元的銀 你說多厲害 很厲害 一張銀4元 是說四、五中二 2萬美金 2萬美金 不過我是說中 我在網台那裡叫別人沽死他 26元 王Sir 有一個挺嚴肅的問題 是 我想問問你 這麼嚴肅? 這一集是一字記之第38集 我們拍了37集 你有沒有覺得我和你好像高傲了? 為什麼我這樣說? 你有沒有看到外面那些很紅的KOL 或者是很多人看的影片? 人家也說如果喜歡的話 按一下 即是讚月、訂閱、按鈴鐺 那些這樣 就叫別人分享出去 我們從來都沒有跟別人說過這件事 為什麼? 我告訴你 我們不是傲 傲就是我們的本性 你知道嗎? 傲都是傲的 大俠 不是大俠 我說大俠 大俠是死定的 因為金融小說裡面 大俠就死得乾乾淨淨 但是傲 我們不是自財傲 不是那種傲 我們對自己的信心 我們告訴大家 我們是預測一些東西給大家聽 前瞻性也告訴大家 很多都是中的 所以我們是有一點傲氣 但是這個傲氣是真 好 因為我們真 好 我們什麼真話都說 是吧? 要知道你說 我們依言顧我 照平時這樣做 我們不是傲氣 我們就出了一些真氣出來 好的 好 好了 今個月 是 怎樣都要說 因為我們有一陣子 說了越南節 是 說說一些好 一些溫馨一點的東西 是 七者 牛郎積女 是 是嗎? 這個七月 七月很忙 七月很忙 在民間 是 很多就點 又有七月七 這個農曆的七月七 有很多東西 在道教來說 他們一年有五個勒日 勒日 是的 正月初一是天勒 五月初五是地勒 七月初七 就是叫做道德勒 道德勒 是的 十月初一就是民稅勒 十二月初八就是皇后勒 這些勒就是道德勒 就是要齋戒目玉 食齋 制治 超度 另外還有兩個節 一個就是灰星彈 灰星代表甚麼呢? 都是屬於一種文昌的助力 所以7月7日有很多寺廟拜成 再加上七考節 不是的 7月7日是8月14日是星期六 是的 後來也有空 民間最流行的當然是七考節 沒錯 或者是七者彈 這個七者彈又是一個彈期 其他我還未講故事 香港還有兩個廟可以拜到七者 一個是在平州 一個是在西貢 平州? 是左選 是的 是的 好了 一到7月7日 七者彈 或者七考節 或者黑考節 我記得我小時候讀過一首詩 就是叫做 秋席 盜牧寫的 秋席 四句 七個字 最後那句就是甚麼 座漢軒牛 即雷聲 記不記得嗎? 記得 就是說7月7日 就是秋席 秋席 沒錯 7月7日相傳 牛郎積女一年一度在雀橋相會 這些都是神話故事 其實民間流傳了這樣的故事 其實都是為了 例如現在我用回最現代人的說話 就是希望脫單 甚麼叫脫單? 即是希望有拖帕 即是脫離單身族 脫離單身族 在天上匯集中在天上匯合 其實我未認識天星學之前 我腦中還有這個意識 但是自從我研究天星之後 原來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嗎? 原來是一輩子都… 不要說一年見一次 是一輩子都見不到 一輩子都見不到 對 為甚麼呢? 無法脫離單身 無法脫離單身 在天文天星學中 天上大約有六千多顆星 分為八十八個星座 牛郎星 第二個名字叫何古義 就是位於天鷹座 積女星就是積女一 位於天禽座 有數量計算 這個天鷹座 就是離地球十六點七的光年 很遠 你計算得那麼… 不是我計算的 我說你說得那麼精密 我只聽到天蠍座 那些天鷹座 不是,有八十八個座 是的 積女星離地球是二十五點三光年 沒有了 即是說積女星離地球遠一點 這兩顆星相距多少 這兩顆星大約相距十六光年 我一邊查書一邊查書 原來這兩顆星是回不了 是見不到面 即是離地球都不可以了 很遠 最近每個都十六光年 他們這兩顆星相距十六光年 即是說如果用現代的天文天聲學 就可以破解了七月七日 即是七者誕的 又說什麼牛郎積女 所以師傅,你不是說這些是神話嗎 但是也好 神話故事是好 神話也是鼓勵我們 有一個希望 是嗎? 是的 做人一定要有希望 一個光年是多少 光是很快的 你說一年可以去到多遠 就是了 一個光年 他們兩個一個牛郎積女 相差十六光年 真的不用見了 原來還有就是 日本、韓國 他們都有慶祝七者誕 都跟隨著這個傳統 即是溫馨 溫馨的東西就是多人 是,溫馨就和諧 是,沒錯 好了,說起七月初七 你也知道我很喜歡研究水的東西 是 原來有一種水叫七夕水 師傅,你沉香水源 現在又想出七夕水 因為我經常都說什麼毒雨、毒水、神水 是 好了,七夕水就是又名天河水 那是怎樣呢? 就是在七月初七那天 在河水、井水等 拿來儲存在它 歷久不辨味 那麼厲害? 是的 然後就說 取新給井水儲之 以備和藥 經碎不負 這就是為之神仙水 對人有幫助 我們用來用、飲、清潔身體、做藥利、和藥、釀酒、濟醋、濟醬 也是特別好的 7月7日也有一種水 那不可以拿去河 去河 對 清澈一點的河 當然 不可以走河 還有說是新井 新井 是的 也挺好的 是的 我再想補充一下 上一集沒有跟大家說 師傅 是 信眾要求 我們又辦一個Webinar 日子是8月27日晚上8時開始 星期五 好像我們多數都是星期五 我們多數星期五 一字記之的Webinar 師傅就是這個主角 不是 雙主角 雙主角 千萬不要 你主角我配過 不要主配 雙主角 好 雙主角 你好像有些東西爆 是的 因為我每年 大約在西曆的4月 就開始寫明年的通信 寫明年通信期間 一定要寫十大預測 我剛剛做起了 我想借這次Webinar 就是率先跟大家透露我2022年的十大預測 哇 真厲害 師傅今年的十大預測 中到開曬 我封了它為狀元師傅 10A師傅 這次大家必定不能錯過 8月27日晚上8時 跟大家見面 是 好嗎 大家好,我是黃冠一 我和侯師傅的一字記之 新Patreon訂閱計劃已經上架了 我們會在這裡繼續跟大家 暢談環球經濟和時事文生 當然還會跟大家分享一下風水玄學知識 記得訂閱了